如果沒有經過覺察還有調整 那麼新的一年 不過就是舊的一年的重複而已 你是否已經受夠了自己 常常告訴自己說 新的一年我要有所不一樣 但是後來發現其實沒什麼兩樣 你是否已經受夠了自己 告訴自己說 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完成 但是總是時間不夠 你是否已經受夠了自己 告訴自己說 我要擁有更好的金錢的狀態 但是總是財運不好 你是否已經受夠了自己 告訴自己說 我要擁有更好的情感的狀態 還有人際關係 但是總是事與遠為呢 那以上這些遇到的問題 我可以怎麼做 我想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讓自我去升級 提高自己的能量的維度 提升自我的能量的狀態 有兩句話我非常的喜歡 第一句話叫做 你沒有辦法在創造問題的維度上面 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代表什麼 現在我的能量成績 我所創造的問題 我要解決的方法 就是去有更高維度的自我 你就更容易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 想要從世界上面得到最好的東西 就要先讓世界看到最好的你 所以我想問問 請問一下現在的你 是否是最好的你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被這些問題給困擾的 都在想說我到底該怎麼辦 那過去 醫生老師有一個非常棒的年度的課程 叫做引爆生命的線上課程 那因為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在線上舉辦的引爆生命的課程 將近三個小時 我們已經幫助了六百多位的同學 來去引爆自我的生命 來幫助他找到自己多元天賦的能力 來各位你知道嗎 人不可以只擁有一個技能 我們可以同時擁有三個以上的技能 那有人就會說 老師可是我沒有這麼多技能 我要學了耶 學要時間 可是我時間不夠怎麼辦 沒有錯 我們要運用潛意識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找到那一個 一時多功的按鈕 當這個按鈕一按下去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可以得到三個以上的回報 我們引爆生命 有非常多精彩的課程 等待著大家來去做發掘 那更重要的還有在我們的課後的操練 那過去在我們線上的課程之中 已經太多人得到了一個升級的回饋了 那我也非常期待在線下課程之中 你跟我在課場上面 有非常棒的一個虎花的產生 所以你做好準備了嗎 做好讓自己升級也準備了嗎 那一小師期待在線下的引爆生命課程 與你相見喔 我是亞洲情緒療癒演說家一小師 我們課堂見 掰掰